前段时间在大连出现了一件事情 大连新开了一个全国最大的日本风情街 而且耗资60亿 但是开业不久就引起了网络众怒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连大连的市民也被殃及了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其中的那些事 点个小赞养成习惯 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8月底的时候 一个号称投资了60亿而建设成功的日本风情街 在大连开业了 这句话的信息量真是有些巨大了 这个日本的风情街排场非常大 所有的店铺都只允许日本商品 或是日起入住 而且全部都是日本制造 就是要打造最纯粹正宗的小青都 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在中国的土地上只卖日本的东西 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传说这个风情街的屋顶的瓦片 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 绝对原汁原味 开街之后因为宣传的比较到位 所以开业那几天 就有很多大连市民去打卡凑热闹 所以当时人情是非常火爆的 显然肩膀都挨着肩膀 真是热闹极了 因为打造的就是日本的京都文化 所以在游玩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的中国女生 穿着日本的和服在拍照 不管是头饰还是鞋子都穿戴整齐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来到了日本呢 所以这算不算是一种文化入侵现象呢 在中国的土地上 穿汉服都还没有普及 总是会被人用异样眼光看待 但是如今就已经可以这么自在 随意穿日本和服了 真不知道是该喜该悲 当然最让人气愤的还是在大连这个地方 如果你说在南京会有一条日本风情街 并且去玩的中国人都会穿和服 你会相信吗 但是大连的旅舜曾经也是和南京一样的遭遇 所以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强烈的不满 就是因为这里是大连 在这片土地上 曾经有很多伤害 在那个年代白白失去生命的同胞们 他们到底会不会答应呢 而时间也才仅仅过去了一百多年 我们真的有资格替这些人原谅吗 而且最讽刺的是 这条风情街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殊的 距离抗战纪念馆也不过几百米的距离 大连旅舜曾经千穿百孔 半个近代的屈辱历史 他都默默记录 如果这才是为什么大连风情街开街 会有这么大敏感的最大原因 所以这个风情街开街之后 视频以及照片在网络上疯传 那么多的大连市民去捧场支持 穿着和服的中国女生一个又一个 所以网络上不满的情绪蔓延 就连带着大连的市民也都跟着糟了秧 都说大连市民忘记了历史 只知道重阳媚外 外国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 所以才会这样一窝蜂的跑过去玩 等等之类的言辞在网络上掀起 一层又一层的波浪 所以大连的市民也就这样被无端连带了 之后大连的回应就来了 这个风情街的开发方界解释了 首先日本的风情街不是日本投资的 而且也不是只卖日本的东西 中国的东西也是能够买到的 网上的那些都是以讹传讹罢了 而且说整个项目都是经过了合法的审批的 因为大连和日本本来就是中日合作区 所以在大连日期有很多 而这个日式风情街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 其实整个风情街的项目 都只是一个房地产的附属产品 本质还是为了卖别墅 之前网传的60亿的投资 其实大约50亿都花在了别墅群 因为打造这样一个文旅建设 能够更好地卖房子 这才有这样一个风情街的出现 原本这个风情街主打的主题就是 日本京都文化的复制 在线圣唐时期的繁荣 也有很多的细节都是还原了唐朝的样子 他们回应的时候说 原本日本的很多文化都是间接的我们 我们现在只是拿回来而已 之后会着重往圣唐文化宣传 会弱化小京都这个概念 点个赞我们继续老客 听了大连的解释之后 网友们都笑了 既然是想要表现圣唐文化 那为什么要把京都扯进来呢 弄得一地鸡毛得不偿失 不过又有人说 网上的反应是不是过度了呢 在中国的很多其他的城市 都有各个国家的风情街 而且在国外还有唐人街呢 这不是都正常营业了这么久吗 其实这完全不能够一概而论 像唐人街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本来就是移民的人 多了之后会出现的 但是现在这样 大张旗鼓建设日本风情街 还穿和服指卖日本商品 完全就是一种文化的入侵 要知道 日本最喜欢做的就是文化入侵 先潜移默化地改变思想 然后再达到其他的目的 是中国的文化不够好吗 文明不够远远流长吗 而且显然在中国 传统的还是更加吃香吧 之前的河南卫视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一个在全国各大卫视 都排不上号的电视台 没有代表节目 没有好的主持人 一般收视率也不怎么高 但是他们找到了收视率密码 那就是传统的 就是现代的 不管是春晚的时候 古色古香的表演 还是端午的端午夜幽 都让人看到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美 而且河南卫视的口碑也越来越好 收视率 蹭蹭往上涨 所以这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感 一种文化的自信 中国的朝代这么多 完全可以展现很多有趣的东西 之前有一个网红 他的名气还是比较大的 有很多粉丝 之前在网络上的风评 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他仅仅是做了一件事情 就凉凉了 他在一个特殊的日子 跑到了旅顺的博物馆 穿着日本的萝莉裙跳 跳窄舞 这要做也太多了吧 旅顺的博物馆建造的意义 就是记录曾经那一段 时间的真实历史 而罗力群 翟舞都是日本文化入侵 这也太巧了 说他不是有意的 都很难让人相信 所以视频发出之后 他就遭受到大家的质疑 甚至他的粉丝 也不想为他辩解了 毕竟在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面前 中国人不掉链子 而这个网红知道自己翻车了 发了一封道歉信 就选择了退网 原本他的前途一片大好 甚至还有和央视的合作 但是就是因为他末视历史 所以才造就了这样的结果 其实日本的风情街 也只是一个噱头 但是没有想到翻车了 由此可见 在一些开发商 想要赚钱的时候 还是应该多多思考 在真正要做文化产品的时候 不妨想想 怎么多多宣传传统文化 这样说 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像是西安的 唐朝古业城一样 也是发展得非常好 成为了著名景点 你觉得大连的日式风情街 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长按点赞 有惊喜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